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 跟大家說說9月25日第四場賽事 這場四班千百米的賽事 上次報名再出的 取消賽事有力王、蒜頭爺爺 這兩隻是報名的 跑過的馬,熱過身的馬 有快樂實在 自然君子 及時行樂 王者在宴 君臨大地 夢幻戰士 蒜頭爺爺 素鳥喜 魚木春風 這幾隻都跑過 只有2號、6號、11號是初出的 這場馬說了線路 跟上次賽日都是一樣的 有一邊線路的馬特別多 這場有一邊有五隻 還有一邊只有兩隻 只有兩隻那邊 有一隻實力的 一隻低班升上來 一隻有實力馬 上次已經可以的 變成 有點軍勢 不會有一邊 但是這場馬是千八 真真正正 有千八的 只有自然君子 有王者在宴 力王 那些比較好 有些是初過來千八跑 講一講神操 快樂實在 這場馬是保持功夫 2號的開心日子 從法試過集都很積極 3號的自然君子 保持功夫 4號的及時行樂 都是保持功夫 5號的王者在宴 都是保持功夫 6號沒有試過集 但只是密密跳 7號的君臨大地 保持功夫 8號的夢幻戰士 都是保持功夫 今天為止都未找回沙田 還在重化 9號的蒜頭爺爺 無謙東有去碰過 保持功夫 10號的素鳥喜 王豪南去碰過 積極的 但沒有試過集 11號的鑽式神聖 稀威心去試過集 積極的 12號的余木春風 保持功夫 兩隻上次報名的 有沒有玄機 這隻力王 上次報名的 打算找郭倫 但今天換了李寶莉 這隻馬 郭倫這場沒有罵騎 上次打算找郭倫騎 但這隻馬 李寶莉騎過一次第五 上兩季有第二第四 二四五 我相信是比郭倫合拍一些 郭倫贏過這隻馬 但是 都是不相上下 但是他沒有試過集 千八對他來說 都是可以 但我想看這條片 就想看這隻自然君子 我又不看他和榮光大道過一場 其實這兩隻馬 都屬於有分的馬 上一場對著對手 就比較 不太好 但是用一個超快時間 和榮光大道一齊回來 我想看他上季千八 那場 幫阿豐卡白贏 那場 綠色勁區 榮光大道 還有 末力寶區 劍烈峰 這些都是 王者再現都在 這些都是 附庸中也有表現 這些都是屬於 有些把握的馬 看看那一隻 何澤搖點奇 這隻自然君子 那隻榮光大道 紅色眼罩 那隻自然君子 現在就在外面 綠色勁區就放 那些閃電王 劍烈峰 那些 這隻自然君子 一直都要比住 才跟到步速 現在在第五位 其實綠色勁區 健康一好之後 都會連續交到表現 這隻自然君子 才叫做 剛剛踏入正軌 其實綠色勁區 這段都放得很快 劍烈峰那些 都是OK的 榮光大道 一直都想交代 不過上場就 剛剛跟自然君子 一齊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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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守住這個位置 又不快又不慢 都是屬於好跑的 但是他也是要大力比的 何宅瑤真的騎少一步都不行 我記得這場他騎著騎著 再追上來 這裏開始移動 然後再騎上來 現在移動了下去 現在又要打上來 那天我也是買了活力補區 但是後來自然君子 一找到位子 一衝上來的勁勢 都是很厲害的 根本就榮光大道 那時候 就威脅不了他 你看到這一場 既然這樣 車前到後 都可以 因為這隻 車前到後 都可以贏到 其實這隻馬 之前 跑那些 2000 都是一時得 一時不得 好像水準不穩定 但是 好像由上季 尾到今季 都可以銜接得到 那 變成這隻馬 有理由相信他 現在才真真正正正 開始踏入成熟期 馬膽就不選了 就先選了這隻 仍然都是何宅瑤 仍然都是合拍的 那就先拿了這隻 再看看 我想研究一下 那隻 開心日子 這隻 上季尾 那一場 突然間 補了出來 和那隻 那隻 又是 那隻 開心日子 又是沈集成 那隻 叫做什麼 華麗在燕 那這一場馬 其實這隻 開心日子 一直都是放頭的 守得 叫做好一點的位置 但是 上次補出來 阿波這件事好像不是很積極的 那 但是他 快護谷千八 呢 整天都是 跑得比較接近 又不是特別出色 那 變成這場馬 初出 就 是有點令人而慕 但是我看到他試的貨集 又好像幾好 那樣 就是看過他那貨集 那 但是重化集 就沒得說 那 因為這個是短圖來的 他都是按住可以回來 那 我覺得他這貨集 就試得不錯 那 但是 就是 今季初出 跑千八 會不會有個疑問呢 就值得相確一下 其實我也是很喜歡那隻夢幻戰士 但是這隻夢幻戰士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時候 那些練馬師的手法都要留意一下 那 神操紀錄呢 就是 上次那場跑過第四回來 我看到他的腳是踏亂了一步 那時候 他踏亂了一步 就變得好像均速了一些 但是 他有一個疑問 就是 他到現在都不像上次那樣 就是 在重化 臨跑之前 就在沙田檢查過 那 他這次 就已經重化到今天 都是 23號 他到今天都還在重化 還沒運下來 那 我就變了有個疑慮 我 其實我寄望這隻馬 今天可能去千八 會不會學一下 學回那場 有驚喜那場 就在中段踏油 我覺得這場馬 會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期望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素鳥起 及時行樂 自然開心日子 那些都可以放得 蒜頭爺爺都可能會放得前一些 那我看到 這隻 這隻 夢幻戰士 唯一一個疑點 我就是 覺得他還沒運回來沙田 跳一跳 給一些熟手技工 去檢查一檢查馬 這裏 我覺得是有個 比較重要 所以我還是愛一隻王者再演 這隻馬那麼久都未交代 上場 雖然對手 都是自然君子那場 他跑過第四 榮冠大道自然君子那場 但是他已經是輸到五個馬位 唉 又是軍林大地的那些 其實那兩隻是彈開的 他都是和華麗再現的一個馬位 都是搏 但是這隻馬 我相信這隻馬 A跑度 我相信對他會好一點 那 仍然都用回李勁國的 今天那隻什麼王者什麼都一起出的 好像什麼王者 不知道是不是關係的 那 李勁國其實這隻馬 都叫做二三 那 我是這隻 我是這隻王者再演 因為這隻馬 曾經在三班都有威力的 只不過好像流過秘血之後 就搏了一季 不行 但是這些馬 我想都是用就用的 三號膽的自然君子 拖 拖這隻五號的王者再現 那 千八就千八 初出千八都按一隻開生日子 我都是覺得 貝歷斯和他都好像騎過的 我記得貝歷斯都騎過第二、第五 我記得 沈達成都不是無故找貝歷斯過來的 就愛這隻 開心日子 雖然還未熱身 所以 唯一我為什麼不擺 夢幻戰士在第二選的時候 第三隻 就是第三隻 就是覺得 第一是家程 第二就是 這麼久都沒有運來沙田 檢查一檢查 就是有一個疑點 但是我都覺得這隻馬 又可能都是 可能會風雲色變 在中段踩 試了兩次都不行 這次不如試一下 好像上次 跑得特別醒果場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這場我的介紹 用三號的自然君子 拖五號的王者再現 二號的開心日子 和八號的夢幻戰士 就是我這場的個人提供 就是個人的心水 希望各位師兄 都那天多贏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 按一下訂閱個鈕 按一下小鈕 支持一下這個頻道 有片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賽馬 好 多謝各位都贏多些 拜拜